你不要勉強 不要啦 拐不拖啊 阿嬤拿著拐杖 不管其他人勸阻堅持 要走下山 因為大石頭擋住唯一出路 讓他好幾周都無法出門 就是這樣才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 我們家就不用說 你如果拔刀就沒人看不到 住在這裡的居民呢 平常這一條 就是他們的唯一對外道路 那麼現在有十幾顆的大石頭 全部擋在這邊 究竟有多難爬 記者實力帶你走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條路 就是這一條路 讓這邊居民要花 多兩倍的時間來爬行 除了真的很危險之外 一個不小心 就很有可能會受傷 就是這幾顆 重達上千公斤的大石頭 把路擋得死死的 一般人光是爬上去 都要耗費更大的力氣 更別說是老人家 居民苦不堪言 求助無門 而拿大石頭擋到的主意 就是地主本人 他想說明想要吃掉我們 他就把我們堵起來 我們無路可走了 就是他希望我們趕快搬走 市嶺隔制路向路內 這條路是居民唯一 對外通道 地主卻堆起滿滿大石頭 數一數竟然有九顆 嚴重影響到居民的生活 市公怕危險 所以鼓起來 不讓人家通行 他可以協商啊 我已經找他協商了好幾次 國慶地主說得好聽 怕居民危險 台風路可以再協調 不過看看這些石頭 下方全部用水泥年牢 擋到決心 似乎很堅定 雖然是私人土地 不過屬於既定道路 儘管處要求地主限期改善 把路還給居民 讓他們可以好好走回家 不要再爬來爬去 記者 陳時勒 令出發 台北採訪報導